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1比11和21比15的悬殊比分 笑到了最后 轻松夺得了亚锦赛的女双冠军 首局比赛一上来 凡尘组合就压制住了对手 靠着往前积极的抢往 为自己创造出了更多突击的机会 也如愿以偿取得了4比1的开局 虽然严永林和中西贵硬做出调整 不和陈清晨 贾一凡斗往前 而是更多将球给到后场 在多拍回合当中寻找凡尘组合的失误 这一策略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很快将比分追至了3比4 不过从比赛的过程 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 日本组合在默契度方面和陈清晨 贾一凡有一定的差距 凡尘组合也抓住机会 以11比8的领先进入到了首局的间谐 经过调整之后 日本组合严永林和中西贵硬加强了自己的往前进攻 试图想要抹拼分叉 但是要拼往前的小球 凡尘组合完全不落下风 在适应了对手的打法之后 陈清晨 贾一凡重新掌握住了主动权 很快就以20比10拉大的分叉 虽然日本组合挽救了一个局点 但凡尘组合还是轻松已 21比11获胜取得了开门红 通过首局比赛可以看到两队组合的差距 严永林和中西贵硬 在多拍回合当中占不到任何便宜 而且 自身的失误也控制得也不好 第二局比赛开始之后 陈清晨和贾一凡开局非常强势 完全是压制住了对手 用崔库拉朽的进攻 早早就建立起了9比2的巨大领先 也以11比3进入中局休息 重新回到比赛之后 日本组合严永林和中西贵硬放手一搏 希望能够用更加激进的进攻来止住颓势 但是在他们率先上手进攻的情况下 依旧面对凡尘组合占不到便宜 随着比分的增长 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心理优势也越来越大 反观颜永林和中西贵硬 虽然顽强破镜比分 但终究没有上演大逆转 最终凡尘组合也轻松以21比15锁定胜局 在结束了本届亚锦赛的比赛之后 中国羽毛球队即将迎来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比赛 期待国羽的球员能够尽快恢复到最佳的体能状态 力争在团体赛齐心协力 帮助中国羽毛球队夺得冠军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